韩国网友找中国主帅同名替身道歉 中国网友 带餐肯定不能当饭吃啊 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赛场 在男子1500米半决赛 中国奥运冠军任紫薇无缘决赛 随后的决赛中 韩国名将黄大县展现出强大实力 以2分09秒219的成绩 为韩国队夺得本届冬奥会首枚金牌 在决赛赛场上 因为有10名选手站到了起跑线上显得十分拥挤 再加上本届冬奥会判罚十分严格 比赛开始后 大家划得都很小心翼翼 整个决赛过程没有任何犯规行为 也因此很多网友感叹 这是中国教会了韩国队如何干干净净拿金牌 本来实力那么强悍 他们此前为啥非要费力不讨好呢 黄大县夺得冠军后跪着落泪了 这次没有犯规的他 终于可以免费拿冰墩墩了 在短道苏华男子1000米比赛中 韩国队因为犯规 导致全军覆没无缘决赛 赛后他们不服气各种上诉和埋怨 还有网友要抵制咱们的美食麻辣烫 还有更搞笑的是 在当地时间8日 韩国一名男子自称名叫金扇台 与中国短道苏华队的韩国籍主教练金扇台 同名同姓 他表示因韩国网民要求 自己代替教练金扇台 向因韩国短道苏华选手背叛犯规 而感到不满愤懵的韩国民众道歉 并送去慰问 如此荒唐的事情 竟然得到了韩国网友们的力挺 很多人为金扇台道歉而开心点赞 中国的网友得知这样的笑话后 感觉比春晚的小品还搞笑